大家好 我叫士小搜 今年11岁 大家看我现在的样子 可能想象不到 我饰演过 小戏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哇 厉害 拍摄这部剧 得到了许多的称赞 比如说呢 小孩演戏 他的演技呢 要比大人强 像我们在小戏谷啊 每一场戏 少的呀 就要排了十几遍 多的 那甚至是上百遍 这是许多大明星 在档期上 无法做到的事情 你可以一直跟剧组好 但除了饱奖外呢 网络上 有许多批评的声音 争议最大的 是觉得 一帮字都没有认权的小孩 来演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怎么演出其中的玄妙 没错 我现在呢 也是上小学 小学六年级 对原著的理解 也没有那么深 但四大名著 需要的文化底蕴那么深厚 连大学生 都不敢说 自己能完全读懂 然后那些说我们 自都没有认权的那些人们 那你们 又有多少人 看完了《红楼梦》这本书 又有多少人 对《红楼梦》这本书 有了 真正的了解 而且呢 拍摄前 导演也会给我们讲解戏的内容 帮助我们去理解剧情和人物角色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原著《红楼梦》中 贾宝玉 林黛玉 薛宝钗 他们三个的年纪 与我们的差不多相仿 像萨贝宁老师这个年纪呢 也只能反穿一下刘姥姥了 现在的人呢 老是说小孩 没有孩子要 穿得成熟 说话成熟 还演大人戏 那在大家心中 孩子应该是怎么样的 难道整天吵吵闹闹的才对吗 对 你们小的时候 又是怎么样的呢 孩子的确还在成长 但孩子不等于傻子